衰老是指 体表出现异常形态或体内检查出异常形态与异常指数 其中体表出现的异常形态 如发白、秃头、面皱、老年斑、弯腰驼背、高低肩、长短腿、关节变形、流、优、硬结、 肿块 仪器检查出的异常形态 如癌肿瘤、子宫肌瘤、纤维瘤、肠膝瘤、肝硬化、肺纤维化、白内障、骨刺、骨头坏死、关节变形、脊椎侧弯、锥肩盘突出 异常指数 如异常的血压、血糖、血脂、尿酸、癌指数、肝指数、肾指数、胆固醇 此异于之前正常状况的异常形态与异常指数统称为异常 但因异常既非症的不适感、功能紊乱及体力虚弱 也非壮的组织受损 所以是老而非病 这一段都是把疾病以衰老做一个解释 那体表指的就是我们看得到的 看得到的异常形态 那这里有举 比如说发白、秃头、面皱、老年斑、弯腰、驼背、高低肩、长短腿、关节变形、流油、硬结、肿块 比如我的鼻尖以前就是有一个油 那这些也是你要处理也可以 衰老要处理也可以 但它不痛不痒 所以一般因为没有症也没有状 所以这些看得到的我们都把它属于衰老 好 那我们来看体内的呢 体内的你不可能用观察就可以看得到 一定要借助仪器 那异常形态有 比如说癌肿瘤、子宫肌有 甚至到一系列念下来 这一系列都是异常形态 那你看你们去检查 你看刚刚有患者就是剧烈腹痛 他去检查 结果检查出什么大肠癌 那激烈腹痛如果与原始点 一开始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灌常 你用原始点按推 无效或外热源或内热源 就是喝姜汤这一系列 而没有效 你第一个要考虑到激烈腹痛 一定是灌常 那灌常有分 就是你看看如果平常大便什么都顺畅 那就任何的姜汤我认为都可以 比如姜汤也可以 姜粉姜粉你都可以 那如果是已经好几天没有大便 那你灌常就是尽量用姜汤 来因为他姜汤的清肠道通宿便的力道是最大 但三者都有效 因为他之所以能够让整个肠子通畅 最主要是我们的那个热源进去之后吸收了 那身体恢复了堵滋运作的功能 然后该排出来的他就排出来 是这样的理论 而不是说姜汤特别有效或姜粉泥特别有效 不是 那姜汤因为它是水 在流动上比较快 所以他清肠道的力道就会比较快速 是这样来的 那患者就是因为剧烈疼痛 如果他不懂原始点按推这些也不大懂 有时候光用热源让他进去 有时候也会改善 那如果有学原始点最好按一按 按了有效那就不是什么问题了 那症解决了 那症开始正常生活就没有什么问题 那如果按推也没效 温敷也没有效 喝姜汤也没有效 那剧烈的护痛就是第一个要考虑的 就是观察 那结果患者剧烈的护痛 检查出大肠癌 大肠癌跟这个腹痛 彼此间没有因果关系 这也是老化的一个状态 还有一个就是肺纤维化 那这个也是异常形态 所以你看 你们去医院检查出来 不就是这一大堆吧 异常形态 要不就是接下来的异常指数 就是这两种 要不然还有什么 那你以为仪器有什么特别吗 没有啊 它就是一个是异常形态 一个是异常指数 那另外一个就是属于疾病的组织受损 上一堂已经有讲过 比如造出来 它脑出血啊 或是胃出血啊 肌腱断裂啊 骨折啊这一系列 那就一看就知道组织受损了 影片一出来 所以造出来 不过就是这两种 一个是老一个就是病 所以别再对仪器 科学仪器 科学仪器是进步的 是科学的 但西医的概念 不可能超出身体的老跟病的 这是不可能的啦 别以为 这个仪器里面还有什么 特别的东西在 没有啦 能看到的不就是老 要不就是病 而老跟病都是果啊 你干嘛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去检查 而且检查如果要检查肿瘤 甚至都还要切片 甚至穿刺 这个都对人体很大的破坏啊 所以现在是利用仪器 所有的检查 甚至到治疗都是一种伤害 你看有些也要 你要指数 有时候还是要抽血啊 尤其一般人抽一点血 当然是没有关系 到了重病 你看他有时候抽了 抽哎呀那个一点点血 我看抽了都有好几罐 那个小小罐的好几罐 那对这时候对病人是一种重伤害 不是说没有事的 因为患者已经都很急需了 你还把他抽那一 他要命的那一点点血 所以有时候一定要小心 所有的这些检查都是这样 异常指数这些举例 这也是常见的 也要学他 所以到最后我们常常在流行什么三高啊 高脂肪 高胆固醇 这一些高 什么高尿酸 高血脂 反正这些都是一个异常指数而已 没有什么意义啊 那你自己有没有问题 你自己最清楚还要去抽这些吗 如果有问题 身体就会给你症状的熏陶出来 那这些抑移之前正常状况的异常形态 与异常指数 我们都称为异常 但异常呢 他不是症 你看这些一定有症状吗 不一定啊 有些检查处高血压 他也没有什么毛病啊 检查处肿瘤 即便吸收你已经癌末了 他也没有什么不舒服啊 所以这些异常形态 异常指数 既不是症的不适感 光能混乱跟体力虚弱 也不是组织受损 所以既然他不是症也不是状 那我们说老跟病的分法就是排除法 如果不是疾病 那一定就是衰老 所以很明显他不是疾病 所以我们把这些都归为衰老 衰老败坏现象 那你为什么还要去检查 检查出来还要紧张呢 比如很多人检查出一个高血压 他也没什么事就开始一辈子吃药 他什么症状也没有 所以这就是我说的盲点 老病不分了 那我们后面会讲 好 那我们这里把老的一些体表的 还体内的都介绍完了